这个人他是一个金融企业家 所以他具有物性、眼光、胆量、智慧的这些体制 是不是就是说要打破一定的思维定势 注意正确的思维观念 去制服的是首要也是很重要的一道素 是不是这个意思 看上去你是领会了 因为真正的制服是一种概念 就是人们在思想观念上 在思维方式上跟市场 跟社会很接近的时候 你就有离财务越来越近 所以实际上 你知道我们发挥这个 它主要是一个是资本 一个是它的观念 思维方式 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讲最大的财务 最伟大的财务就是思想 可能是这样子的我理解 也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想 可能就离财富越来越近 但是如果您换一种想法 可能就有可能离财富越来越远 所以这有可能是一种 知意行难和知难行逆的问题 对啊 这种情况很难是说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就有点像中国禅宗讲 就是做禅的 你要是一旦不道了 那个就是歇逢道路 中入划境那样的感觉 那看图体依旧不在实树 观明镜也本无台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能不出大人道的 那就是俗人以为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如果您猜不透的话 这只能忘禅心态 就像如果您不明白知富的道理呢 就只能这个忘财富而心态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把知富呢 看成这种可忘如可惜的梦想 对很多人呢 就是说这样的话 就是说大家谁想不想知富 想不想花财 我想你想 我相信大家都想 也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怎么样的知富 是不是忘想就可以 只有梦想是不够的 我相信呢 这个唐先生是一个 把梦想已经变为现实的人 而且最难得可贵的是 他愿意把这个知富 这样一个魔术乡里边的秘密 跟大家分享 对吗 唐先生 对 对 唐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 介绍一下 怎么样知富 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说是比较实质 大家呢 一定要吸耳聆听 机会非常难得 好 这个 其实呢 我在讲 怎么样知富 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说 知富呢 是靠你的观念 靠你的智慧 靠你在这个 富的这个方面的学会有多少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呢 你像在北美洲地方 实际上呢 有很多 很多的好的途径 但是给我们全组的途径呢 是 给我们在国内啊 学的 做的 是相差很远 而我们呢 往往是用全组的方式 来到新的这个地方啊 去找自负的途径呢 所以去非常的艰难 我呢 大家知道 我们讲 我们的 讲巴菲特财富之路 讲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实际上很多人就讲 你这个千方夜谭是吹牛 其实呢 一点都不吹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做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在于你做投资 这回报有多少 如果你在任何人 你能够做到10%的回报 你肯定是BDNA 对 连续的稳定的回报 连续稳定的回报 如果你做到24%的回报 就是巴菲特财富之路 那就是世界上最富有 我们呢 就是说了 那叫我们的方法呢 这年数两三年 已经是每个礼拜 1%的回报 每个星期 大概有1%的回报 这个体系来蛮可观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呢 相信的人呢 我们这也在做了很多 但是呢 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回报 所以如果有3%多的回报呢 只要时间多 就一定会成为最富有的 还有一个最富有 成为大家富有的办法呢 就是帮大家自富 如果我能够帮在座的 哪一个人富有 那我肯定是最富的 非常感谢 但是大家说这句话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我也是特别的爱你 做共同之复的道理 好 这个其实唐先生写了一本书啊 叫中国的巴菲特财富对吧 我呢就借这次机会呢 连夜拜读了您的大作 感到受益匪浅 那其中呢 我看到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需要您做进一步的阐释 就是我在书中看到一个名词 叫做金融企业家 我觉得这个词很有点意思 您能不能这个 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有金融家 有企业家 当然也包括有艺术家 但是金融企业家这个词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新鲜的词 第一次听说 看这个由于你们读书 还是蛮仔细的 就是金融企业家呢 就是大家确实是一个新的名词 但是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 如果没有金融企业家 那你就四倍公败 可以这么说 如果有的金融企业家 那每个人呢 做起事实在就要好很多 我呢什么是金融企业家 金融企业家就是用资本 用思想观念 刚才讲了 就是就是idea 就是营地的这个企业家 就简单吧 用这个思想来把这个金融 作为一个企业来做 我觉得这样一个金融企业家 金融企业家呢 就相当于 因为你在一般的 我们有很多金融企业家 有很多金融的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人士 但是一个优秀的金融企业家 是对大家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呢 我想起我以前呢 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传统的童话 说呢有三个不同 庞先生这正是我下一个问题 我知道您个人来讲 对这个文学艺术都很有兴趣啊 我在想啊 您赞助我们这台 这个大年三十这台晚会 除了出于对 故乡感情 除了出于对这个 多伦多的华人文化生活的 这个关心之外 您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 是不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什么呢 这个按照安理说 我一直在就是 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家 我发现文化艺术这个领域 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 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 这个幻落以外 就是精神财富 同时也是物质财富的 一个很大一部分 就是